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白觉得这肯定有问题 他疑惑地转过头 结果蒙面男突然站在他的身后 小白吓得不知所措 而蒙面男并没有伤害他 只是紧紧地盯着他 小白单纯地以为 只要遮住他的双眼就能躲过一劫 可没曾想这并没有什么乱用 身后的蒙面男突然推倒小白 直接摁住了他的双眼 此时的弟弟也顾不上另一个蒙面男 急忙转身和他撕打起来 关键时刻父亲终于赶到 影片最后 只见父亲淡定地拿起桌上的镜子 对准了蒙面男 蒙面男就消失了 就在父亲想要解释这一切时 弟弟发现自己所定的蒙面男也不见了 至于另一个蒙面男到底在哪 我们也不得而知 故事也到此结束 仔细推墙 其实都源于家人之间的不现任 弟弟不幸运姐姐看到的怪人 而父亲大概是曾经和妻子经历过什么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不要回头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